借就分很多種 有借鍋 借火 這些就借了不用還的 但是借錢就一定要還 有很多人輕信貸款廣告 說什麼不用現身 打個電話即借到手 兼好易還 哪有這麼好處 沒有認真去考慮 自己的借貸需要 還款能力 又不看清楚條款 亂借錢 最終就搞到自己周西偽 借還是不借 還得到才好借 再見